据台媒报道 有网友发现 世卫组织在世卫大会脸书直播页面 封锁了提及所谓《台湾能帮忙》等支持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相关留言 台外市部门主管吴钊谢12号宣称 对世卫组织秘书处的做法感到不满 遗憾 已提出抗议 世卫组织当天称 因脸书专业涌入大量留言 怀疑遭网络攻击 社群管理人员因此设定台湾等关键词过滤留言 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9号到14号以视频形式复会 民进党当局没有接到邀请 却不断刷存在感 窜夺一些国家在世卫大会公然所谓挺台 只不过这些政治操弄最后遭到了大会的强行打断 台湾联合新闻网12号称 民进党当局今年以不堪局面收场 其实并不冤枉 甚至有些咎由自诩 3月疫情蔓延时 时任台湾地区副职领导人的陈建仁 多次痛批世卫组织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批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专业能力不够 之后却低声下气 表达参与全球公卫活动的意愿 岂不显得矫情 不计后果的自已发言 后遗症要台湾承担 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活动问题上 外交部发言人曾表示 中方的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 就是必须要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 中国中央政府已经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 做出了妥善安排 确保无论是岛内还是国际上 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台湾地区都可以及时有效地应对 权物专家 优优独特 虽然 第二 击杀